大家好,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大家都有遇過監控設備畫面無影像的狀況 一般都需要額外準備一支攝影機跟變壓器去做交叉測試 如果我們當下有一台測試螢幕那該有多好 可以馬上確認攝影機跟變壓器是否故障 是我們查修監控設備的最好的小幫手 接下來就讓我們分享檢測螢幕常用的功能吧 這款檢測用的螢幕它的尺寸有7吋的觸控螢幕 它的解析度可以達到1920x1080 還可以支援攝影機的縮放 它的尺寸分別是長240、寬154、高46mm 螢幕的重量包含電池只有620g 非常的輕 而且就因為它裡面有一顆離電池 所以說我們常用到的電源輸出像12V 或者是USB的5V的電力的部分它都可以使用 而且這台螢幕的話你充電只要4個小時 它就可以使用工作時間可以用到十幾個小時的使用時間 檢測螢幕的話它還包含了有HDMI的輸入 可以當作電腦螢幕的使用 以及HDMI的輸出 可以測試電視的HDMI孔是否正常 甚至它還可以做一般檢測設備的訊號輸入 有HD、CVI、TVI、CVBS的輸入都可以測試 甚至它最厲害的就是說它本身有電源的輸出 可以選擇輸出DC12V或者是DC24V的部分 可以供給我們測試的攝影機 以及它還有USB5V2A的電源輸出 我們可以連接給我們的手機去充電 也可以接滑鼠去控制這台螢幕的部分 甚至它還可以接上MicroSD卡 我們現場攝影機的畫面可以拍照也可以錄影 甚至它還有聲音的輸入以及輸出 我們可以去測試我們的麥克風以及喇叭是否故障 它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它上面還有一個LED燈 我們在比較暗的場地使用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當作手電筒的功能下去做運用 我們現在要使用測試螢幕來連接一般的HD 或者CVI TVI的攝影機 首先我們打開螢幕的部分 點選這個類比高清攝像機的測試 一般如果你知道你攝影機是哪一種格式 你可以直接選 又或者是選擇左上角自動的格式 OK 點選下去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 我們它在配件裡面有附上像這種電源線 以及兩邊都是BnC接頭的線材部分 那我們電源線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插上 我們螢幕上端這裡的一個電源輸出的部分 把它插下去 那另外一個 就我們BnC接頭的部分 接上我們這個影像輸入的孔 接好之後呢 我們再將剛剛的電源線 以及我們的影像訊號線的部分 接上我們的攝影機 像這個攝影機的部分 這邊是BnC接頭 那這個的話是電源的部分 接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攝影機的影像畫面 就出現在螢幕上面 那我們在螢幕上面之後 如果我們要拍照 我們就點選旁邊的拍照功能 如果我們要錄影 就點選錄影功能 就會儲存在記憶卡裡面 我們這台螢幕還蠻貼心的 它本身在網路孔的部分 還有支援POE的輸出 也就是說它同時 網路可以接網路攝影機之外 還可以輸出電力給你的網路攝影機 下去做測試 甚至它也可以拿來測試 我們的網路線的部分 可以在螢幕上面的網路孔部分 插上網路線 接到你現場的網路裡面 可以連接你現場網路的連接狀態 我們如果要用螢幕直接去測試 我們的網路型攝影機 非常的簡單 我們首先只要確認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是有支援POE的 那我們就是準備一條網路線 插上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好的 網路孔 接好之後 我這條網路線再接回來 接到我測試螢幕上面這裡 有一個POE的網路孔的部分 接好之後呢 我們要點選我們 左上角這個網路攝影機測試 點下去之後 左上角有一個網路攝影機測試 它就會顯示說目前已經有偵測到就是 網路攝影機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左上角這裡 有一個網路攝影機的資訊已經出來了 這時候出來之後 我們只要去點選這支攝影機的IP位置 然後它就會出現像這樣攝影機的畫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測試 我們這支攝影機的拍攝角度的部分 當我們螢幕接上你現場網路的時候 還可以透過它一個IP位置掃描的功能 可以去搜尋你設備的IP位置 可以測試你的網路連線是否正常 甚至它有支援到100Mbps 甚至到Giga 就是1000Mbps的網路速度 它會自動辨別使用哪一種速度是更快的 它本身還有內建Wi-Fi的功能 可以在你現場如果沒有網路孔可以使用的狀況底下 我們可以使用Wi-Fi的方式去測試網路連線的部分 甚至它還可以支援它的孔的部分 有一個UDP的孔 可以測試我們的網路線 它的八星線是否都正常 這個孔還可以搭配我們的尋線器 去找尋說我們現在接的是哪一條網路線 甚至它還有一個TDR的孔 可以測試網路孔的距離以及它的衰顯值 以及它的POE孔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你可以直接連接你的網路攝影機 直接供電給攝影機 並且直接顯示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許多人購買檢測螢幕 除了可以檢測維修監視設備之外 也有許多人是因為家裡本身沒有監控主機 為了要將監控攝影機的畫面顯示在螢幕上 所以才去購買檢測螢幕 我們可以在客廳或者是房間 我們就可以看到外面是誰 但是這樣檢測螢幕的畫面不夠大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更簡單好用的方法 其實你只要加裝一個影像轉換器 像這樣的影像轉換器 就可以將監視設備攝影機的畫面 顯示在家裡的電視或電腦螢幕上 像這個影像的轉換器 你只要把監控設備的畫面連接進來 輸入到我們的轉換器 再用HDMI或VGA輸出到你家裡的電視機 那我們打開家裡的電視機 就可以看到門口監視器的畫面了 我們要搭配影像轉換器 將門口的攝影機直接輸出到我們的電視上面去 首先我們一定會在攝影機這邊 一定會有一條影像訊號回到我們的轉換器 那我們現在先用這個短線去模擬一下 我們把這個BNC接頭把它接上去 那另外一頭回到這邊 那我們回到我們轉換器的時候 在這裡轉換器這裡有個BNC的輸入口 我們輸入 然後我們會看到轉換器這邊 還有一個電源孔的部分 插上它所附的變壓器 OK 這邊接好之後 我們另外一頭的話 我們會看到它會有一個VGA跟HDMI的輸出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我們的HDMI插上去 那我們另外一頭HDMI這一條線 我們就可以直接接到家裡的電視機 這樣我們就會直接把門口的畫面 直接輸出到我們家裡的電視機上面去 讓我們針對今天的影片來做個重點整理 第一 這款檢測用的螢幕有7吋的LCD觸控螢幕 方便安裝前確認拍攝角度以及插修做使用 第二 有內建離電池 充電4個小時之後可以使用至少十幾個小時 第三 有支援POE以及12V的獨立電源輸出 可以測試支援POE的網路攝影機 以及類比的攝影機訊號 還可以支援聲音測試以及HDMI的速度測試 第四 可以測試網路的線路狀況 以及有IP位置掃描以及網路速度自動調整的功能 而且還有內建Wi-Fi的功能 第五 可以支援記憶卡錄影功能 最後再幫大家補充一個 它本身旁邊還可以用像這種標帶的部分 可以方便我們施工的時候或者是插修的時候揹在身上 比較不會說不小心就把螢幕摔壞了 希望這支影片能讓您更了解檢測螢幕的功能 更多安全監控設備以及檢測產品都會隨時更新到TTI7官網喔 如果您想了解相關的產品 也歡迎去TTI7各展示中心洽詢 並且實際體驗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